浪漫白塔之城的称号 历史的古迹非常多 街道满满的艺术气息 来这里一定要体验 怀旧电车以及观光游船 也可以到歌手周杰伦 拍婚纱照的 维巴庭园制高点 把整座城市的美景 尽收眼底 以下是来自杰克的报道 我就站在布拉格 黄昏的广场 蔡英人这首歌曲 让更多台湾民众 知道了布拉格广场 究竟这座城市 有什么样的魅力 带您一探就近 Let's go 被誉为欧洲最美城市之一的 杰克首都街道景色 疫苗置身童话故事 历史中心分为四小区 位在城堡区的布拉格城堡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城堡建筑群落 能一次看足哥德巴洛克 等各种风格建筑 杰克总统也在这里办公 布拉格是一个 很美丽的一个城市 有很多的这种人文古稀 一定要体验的 有车铃近百年 第一代的怀旧轻轨电车 在夏季限定 只在周六周日 固定假日运行 可以轻松游览 整座城市风光 全票300克朗 儿童进老票200克朗 另外一定还要体验的 还有搭乘观光游船 在福尔塔瓦河上 吃着巴菲 独特视角 欣赏沿岩美景 另外想将整座城市 尽收眼底 则要到这里 走上围巴庭园的至高点 阳光洒落红瓦屋顶 这里也是鸟看 整座城市的绝佳地点 必尝的美食 则不能错过百年传统 烟囱卷 饼皮酥脆口感 表皮裹上糖霜 吃起来类似甜甜圈 三天其实是走不完的 深度一点 待在布拉格 至少五天 另外来到巴黎大街 俗称精品一条街 房价租金 可是全捷克最高 布拉格四季都适合旅游 白塔之城的风采 值得旅客好好探索 这张又死杨宗燕 捷克报道